币也跌成史了,大家觉得还能跌吗? 我觉得能跌,因为所有的币都是山寨币 维护这个网络不需要这个币价,明白吗? 但是上涨的时候,一旦开始的时候,那大家就开始吸收了 比如说这个币你让我们投资,怎么着投资,包括以太坊这些价值支撑在哪? 没有支撑 如梦幻泡影一般 真的,最后发现一切都是虚无啊 真的,全是空的,全是空气啊 为什么叫空气壁啊,这个词真不是 这是当年我们几个人发明的一个词,就真的就成了 就是空气壁,如梦幻泡影一般 没信仰了,就随时往下掉 因为没人花钱买,都在往下砸 都是卖的,矿工得卖吧 跌左的人也要卖吧 你买它干嘛 风险那么大,有的人老是抄底抄在40的,抄底抄在60的 又往下跌,跌到30也抄了 10块钱熬印了,没钱了,现在没钱了,跌到6块钱你买吧,没钱了 还不敢买,因为现在6块跌到1块,可就六分之一没了 这个就吓人了,对吧 到现在人家的项目还没破发呢,明白吗 你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 以太坊挖矿的矿工,现在也吓人 别说是理由于并 比特币不吓人,因为比特币规则是公开的 以太坊说改就改POS了 他去中心化项目,他能转POS吗 社区矿工不允许,他能改吗,他就能改 那就是中心化项目,他就是公司化项目 对吧 所以说 各位看明白以后,过几年我说的话都会验证的 就是说 这些币 全加在一起 也不是比特币的一个零头 比特币这个市值啊,你们注意看 虽然这个市值占比这么大 那么你们细细想想 它市值真有那么大吗 就是真正持币的人有那么多吗 其实没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比特币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有了这个想法 中本从到2009年写完白币说 到发出这个币 到2013年他才涨到了 到了13年初出的时候 这个才几十美金一个 是吧 后来涨到了这个几百美金 是吧 仅此而已 他之前那些币都没了 丢了 很多人的币都在黑客地址上 不是黑客地址上 很多人的币都没了 就是忘钱包在哪儿 电脑在哪儿 都没了 这样丢掉的币 大概大概八九百万枚 八九百万枚啊 啊 两千一百万减了这八九百万枚 就不到一千多万了 一千多万里边 每年的产出就这么一点 他就是个稀缺的 对吧 那当然我又回 又说了说了又说回去比特币了 就是IPFS可不是 IPFS 看明白了 就是太多了 越发越多都在增发 只要你们记住 增发的币 很容易在熊市崩盘 不停的增发吗 因为 项目方的币 有创始人的币 都很很大的风险 你们就今天给给你们讲半天 如果这个会 你早点组织啊 这个课早点组织啊 我在一年前我录过这个视频 我说熊市要来了 啊 那个币圈人看 该看都看见了 你们那会儿信 你们要不那会儿看了 你们就不乱抄底了 抄底了 因为他那时候 从六万往跌到五万 好多人就进来了 我说的是 刀子落到地上 开始涨的时候卖 但是一般人没这个耐性 天天看着行情 一说啊 又涨了 一回涨 因为还有时候反弹 有时候一反弹 你就忍不住冲上去嘛 跌的时候你不忍不住一下 那老觉得这个反弹 就是大反弹了 V字底了 每次都说这个V字底 不要研究那么多技术面 研究技术面的人都都破产了 都爆仓了 对吧 最最最最最最挣钱的币圈 最最最最挣钱的 就是进监狱 因为进了监狱以后 那币也不卖 是吧 放出来以后 哇我这么多比特币的 对啊 因为你就手臂比手寡还难 同志们 你知道为什么手寡难吗 啊 手臂真的比手寡还难 拿不住啊 比特币这么剧烈波动 你能拿到中啊 只有在监狱里层呆 呆着这些门留住了 对啊 对啊 也可能老婆给你把门卖了 老婆还给嫁了呢 说不定 好